高速公路上每台车速度都不低 没想到右前方一台货车突然间 一个白色桶子直接喷了出来 不偏不倚往后方的车辆滚 把驾驶吓到魂都快飞了 事件就发生在20号下午2点多 国道3号彰化和美交流到前路段 后方车辆因为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幸好驾驶只有受到惊吓没有大碍 但也让网友直呼差点以为走到生命的尽头 而警方也呼吁相关物品要绑好 如果掉落造成事故 将按照道交法处最高18000元罚还 如果致人重伤或是死亡 还要掉扣或是吊销驾照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